为什么高僧火化后会有舍利子 而普通人只有骨灰呢? 大家可能没有亲眼见过舍利子 但你一定听说过 舍利子是佛教的说法 又叫佛陀涅槃火化结晶体 指的是僧人在死后被火化后留下的结晶体 他在教中被奉为至宝 地位极高 据说也只有得到高僧在元祭后才会形成 而普通人在火葬之后也只有骨灰 如此一来 也让舍利子披上了一层神秘 而圣洁的面纱 那同样世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呢? 有的人认为舍利高僧毕生功德的凝聚 只有到达一定的境界才能形成 而且功德越高 舍利的品质就越好 数量也越多 不过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科学依据 此外有部分人甚至直言 舍利子就是骗局 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般高僧元祭后 遗体有主要两种处理方式 一个是真身风刊 通俗讲就是做钢 就是把遗体置入大钢中 放入木炭 石灰等材料 防止肉身腐化 三到五年后 再把干尸取出供教徒祭拜 即肉身成佛 目前 我国至少有十几个肉身成佛像 但部分早前也被国外盗取 另一个则是涂皮 指僧人死后的火葬 这个方式可能会留下舍利子 据研究 舍利子的主要成分 并无特殊之处 就是油钙 磷 龟等常见元素组成的 经过一段时间断烧后 骨头中原有的有机物 和大部分碳完全消失 形成抢肌磷酸钙 在持续加温后 碎骨就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当温度达到1600摄氏度时 骨头会完全融化 在冷却后就形成了各种浅色 形状 且带有玻璃光泽的坚硬小珠子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涉粒子 目前关于涉粒子的成因 行业内存有诸多猜疑 房间说法也可谓五花八门 其中主要归结为三个原因 而流传最广的便是结石说 支持该说法的人认为 僧人和普通人饮食习惯不同 他们常年吃素 饮山泉水 体内所积累的矿物质比较多 这些物质在僧人积累会形成结石 而他们在火化后 也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涉粒子 这乍一听 其实还是颇有道理的 但也经不起推敲 毕竟生活中 也有很多普通人是素食主义者 但他们的遗体在火化后 也没有出现涉粒子 而且人体内的结石 主要成分是草酸钙 其颜色大多都是黄色或白色 熔点也只有200摄氏度左右 和高僧形成了五颜六色状并不同 熔点也比结石高 能抗住上千度的高温 二则是事物遗留说 该观点认为 涉粒子是火化过程中 高僧身上佩戴的玛瑙 玉石等事物 和人体的骨骼组织 在高温下发生反应后 最终形成的涉粒子 从科学角度上看 人体骨骼在600摄氏度时 骨质确实会出现重制成晶体 而且形状各异 温度在1200摄氏度时 重结晶现象尤为明显 且晶体体积会有增大的情况 当温度达到1600摄氏度时 在断烧过程中 晶体会变得圆润 最终形成各形各色的涉粒子 可见经过高温断烧 人体的骨灰其实是可以在精力重组 融化后 出现涉粒子的 而普通的火葬 焚烧炉的温度 虽也会达到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但烧的时间不会很长 在剩下骨灰时就基本停止了 并不会将骨灰继续焚烧至融化殆尽 如此自然也不会形成涉粒子 那对于涉粒子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